尾巴冲突进入第四周 全球企业都在密切关注战事的发展 尤其是科技业受到牵连的范围最广 而第一个月上台面的是辉达 辉达创办人黄仁勋10月提早来台湾 就是因为他临时取消了 在以色列的人工智慧会议 而且不只辉达 今年10月就至少有三场 原定在以色列举行的科技高峰会被取消 加上尾巴冲突爆发之后 以色列马上发出36万大规模征兵令 其中有10%到15%是科技业的员工 将近5万人离开工作岗位 直接对企业造成重大的破坏 加上以色列又是美国的重要研发端 科技资产陷入真空危机 原来以色列是东亚以外 少数先进晶片生产的地方 英特尔已经在当地经营了将近50年 苹果 微软以及亚马逊也都在以色列设厂 研发设计晶片 甚至在2021年以国科技公司 募资金额就超过了256亿美元 比前一年增长了146% 科技前景相当乐观 只是从今年开始却变了样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减速 以国政府司法改革引发争议 民众上街抗议 以色列新创公司新颖的投资 在今年上半年 已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0% 如今战事爆发 短期金流恐怕是雪上加霜 印度时报就分析 因为以巴冲突战火 在以色列的科技公司 可能要开始转移业务 而最有可能受益的 就是印度和东欧 也因为以色列是以高技术劳力为主 科技大厂若是寻求转移塌地 恐怕更令人担心的是 研发技术外流 而如果再加上其他产业 以色列就至少有高达130万的劳工 不在工作岗位上 经济损失难以估计 2023年底的这场战事 不只让中东局势动荡 交战的双方都受到严重影响 更让以色列科技高度发展的形象 就此蒙成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 综合报导